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月壤样品是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美国是希望向中国去借 这东西你说能随便借吗 肯定不能随便借 我应该是在上次月壤上回国的时刻 我就做一期 我中国绝不能借 说白了 绝不能给美国人 现在看中央和我的看法一致 我当时第一时间反应就不能给 1号晚上的时候 参与月壤可以治水的中国科研人员 接受了媒体采访 咱们别忘了是把月壤要治水 我这个整个以前做过一期 整个流程都讲完了 就说月壤意义在哪呢 在水 美国要借干什么 实际也要干这个 他没水 他就没法在那长期住人 我们中国现在看来 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美国人现在才跟上 我们绝不能让他跟上 他们应该是中科院宁波财药所的 王军强研究员 他是接受媒体采访 明确表示 说美国已经请求中国出界预扬羊品 但是出于众所周知原因 这是原话 美方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就是中央没有批 看到了吧 跟咱们看法一致 就是说中央也认为这东西不能借 美国国这个NASA局长日前声称说 NASA官一直在与中方讨论 关于初借嫦娥5号月球样品的习义条款 认为中国将同意 结果现在结果就是中国没有同意 再次声明中国没有同意 很多外媒在吵 中国借了 这那没有同意 去你妈的 自己去采去 大家不知道你当年 你不是登月好几回吗 你怎么没有月上样品 这结果出来了 就是为什么当年好像没真空保存 实际全部雅化了 实际不纯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当年他根本就 到底登没登月 美方有意申请中国月上这个消息 是最早在二三年年底 有一个内部文件 然后文件说申请研究 不仅是因为月上样品有独特价值 说是长5号样品 已经向国际开放申请了 所以美国人就大着脸就去了 当年不让中国参加国际空间战项目 你他妈脸 那时候脸怎么不要呢 最讽刺是2011年美国的沃尔夫修正法案 美国航天局禁止与中国合作 但中国整个崛起 让美国人现在彻底的眼红了 就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炮制 所谓的沃尔夫法案 然后构成对中国航天的一种 中美合作的一种阻碍 是你的自己国内法 NASA说向中国申请属于例外 你看他就搞例外 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不要脸 但凡例外都跟脸有关 已向国会证明了他的意图 跟国家安全没关系 而且我们能从中国而获利 要脸吗 看不要脸 这实际就是什么 就跟那个岛国一样 所有的岛国都是这种状态 你自己想想岛国是不是都这种状态 我把东西拿来藏起来 我们岛上有东西藏 宝岛啊 都东西藏进来 到路的地方去抢 反正大陆人民看到什么 这来人牛羊肉都没吃过的傻逼 是吧 一旦上大陆就跟那个妖怪一样 到处抢东西 就没见识 但是抢完东西呢 把大陆东西抢走以后 藏在这边 没了就去抢嘛 然后你说让你分享 岛国从来不分享 让他分享点东西他不干 美国人就是个岛 大的岛 现在看的月壤样品 其实非常关键 月壤样品 不是说申请到月壤 月壤要归自己的 研究回去 研究完以后 你还得还回去 月壤要还 没听错 不是给你是还 咱们这个王军强说 一旦月壤造成意外损害的话 研究人员和团队 要被拉黑名单 你再也参加不了 这种月壤样品研究 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你美国现在是借 我让你跟其他的国际合作 让你们拿到月壤样品 也是让你们研究 那就是说这个研究包括什么 包括一些 比如说放射性的研究 包括一些 比如说它的成分的研究 这些研究完事以后 月壤样品要返回中国的 接着目前说 有110多家的研究团队 累计获批了80多颗月壤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获批了一颗月壤以后 团队做了大量工作 比如用高标准实验室 安全指纹锁 购买专用手套箱 安装24小时360度 全方位监控录像设备 他们在月壤框中 发现了一种以气泡形式存在的 氦三资源 这是他明确 已经显然论文了 明确公开的 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一种 通过月球矿物与 内缘氢反应产生水的新方法 这个回去看我以前节目 咱们之前谈过 月壤去造水 现在我们还能造砖 未来所有的资源都在月球上产生 未来的月球 月球这个砖 未来拿到地球上能不能用 谁知道了 这个砖可能是最贵的 我们以后卖月球的土壤 卖月球土壤就要挣钱 卖土挣钱 看到吗 我们以后中国就可以卖土挣钱了 月球这个砖如果真的牛逼 它抗辐射 未来没准这真的是在地球上 你建造这么一个 地球上最贵的房子就是中国 从月球土壤 月球带回了土壤造的房子 中国房地产生又新希望了 加油吧 在月球能源开采和科研基地 这个项目上 现在是 这个研究所现在是前沿 中国是继美国苏联之后 对吧 第三个从月球表面采样回来的 长河6号呢 使得中国是第一个 从月球背面带样品回来的 中国发现利用月壤 大量生产水这个新方法 是在今年8月份 回去查我当时这个视频 其实这个王军强 就是这个文章的 这个作者之一吧 作者之一 就是他参与了 中国研究团队就确认 就王军强已经在央视确认了 利用新方法 一克月壤大概可以产生 51到76毫克水啊 这么计算月球月壤中的 一吨的月壤 可以产生大约51到76公斤的水 一吨啊 相当于100多瓶的500毫升的矿泉水 瓶装矿泉水了 月壤的水 这不又是一个卖点吗 未来这个水绝对是高端水了 基本上满足50人一天的营量 月球的这个水的壮益在于什么 在于这个 不是说你人要永久留在月球了 这个我们 我们意味着什么 月球就是我们未来探索宇宙的一个前基地 我们可以以这为出发 带着月球的水直接走了 而且这种 这种这个 制水方式 一旦成型的话 那我在其他星球也可以复制啊 这就是 这就是新大陆了 未来就是我们 我们不是说我们看美洲是新大陆 我们看月球是新大陆了 我们的 这个仰望星空对吧 我们中国是 走向星辰大海 而不是就是什么 像奥巴马那种 那种货色啊 那种货色 只会把地球资源 垄断分配 说你中国人就不能发展 去你妈的 现在我骂奥巴马没毛病吧 所有人骂的 多少人骂他呢 他都已经不要脸了 那我前总统干涉现在大选呢 他都不要脸了 打啪啪打自己脸 这种人都已经不要脸了 别人骂他 没毛病吧 我觉得所有人都得支持咱们 这已经不要脸了 前总统 你看 如果是按照这个 现有的这个技术 能在月球 就完成了基地建设 那么我们复制 是吧 在其他星球 就完全可以做啊 就进一步升空探索 是吧 他就是一个基地 月球就是我们基地 而且我们中国 这个月球 不是 地球走到哪 未来可能带着月球走啊 流浪地球 可以带着月球走啊 近几个月以来呢 随着常五号 月涨的研究成果 不断出炉以后呢 常六号 带回这个 月背土壤 这个月背土壤 现在连借都不让借啊 研究已经是现在最前沿的课题了 可能未来诺贝尔奖啊 可能就是中国的啊 中国也不惜的诺贝尔奖 中国可能有自己的奖啊 未来全世界的最高奖 应该是按照中国这个标准的 现在这个 常六号月背的这个预长啊 应该是 在75届国际宇航大会 在意大利米兰 今年10月份 应该是首次海外亮相 常五号样品是第二批次申请的 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拒绝了美国 应该是批了 纳尔逊指的一个预长啊 谈判的应该是预长五号啊 就是常五号的预长 而不是六号啊 六号现在根本没大份啊 我们现在都没研究啊 六月份国家航天局应该是 先后制定了月球样品管理办法 包括月球样品及科学数据 国际合作实施细则了 详细公布这个月球样品 这个申请流程 包括开展这个月球样品 国际合作的具体信息 中方欢迎是 你可以申请什么 利益共享 就是你的安全成果 我得给我 这就加速研究 我中国有可能 如果大家都来 全球都来的话 同时间展开很多项研究 速度快了 然后成果大家共享 我中国可以快速获得更多成果 这可以 但是美国人我就不带他玩 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包括什么呢 我们已经在月球上 这种国内的这种法律 已经限制到月球上的资源了 那就是未来的月球资源 我们现在看就不会跟美国人有任何分享 考虑到未来我们月球上会带机构 会带战斗任务的机构 可能月球的争夺 新殖民地的争夺 可能刚开始 我讲过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 就是美国月球版的东印公司 或者荷兰东印公司 瑞典的东印公司 就是新的这种大航海时代 美国搞了这么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 现在可能登月上抗都费劲 我们下期再见